在台湾客家人蛮多的 所以有许多许多好吃的客家菜 客家腌肉呢是我最常做的 不但做法很简单也很受大家的喜爱 现在呢我就来介绍今天的材料 我们今天呢我准备了五花肉一磅半 你要去皮 因为有皮的话到时候煎起来吃的口感不是那么好 比较硬 还有我们要腌这个客家腌肉呢 准备了有糖大蒜末 黑胡椒粒粗的 你最好是现磨出来的黑胡椒粒 还有就是粗盐 然后就是米酒 我就按次序把这个盐先放进来 这个盐呢是两小匙半的盐啊 用这手套比较容易一点 你帮他把这个盐全部都抓到了 前后 前后 都抹上了盐 你要这样子腌腌抓抓摸摸 让他每一块肉都渗透到有盐的味道 你们腌的时候最好按我的次序 你们腌的时候最好按我的次序 其他的做料不太容易沾上去 不太容易沾上去啊 好 我是盐先放 放完盐以后呢 差不多盐都均匀了 就是胡椒 这个黑胡椒我是现磨的 有三小匙的黑胡椒 黑胡椒很香的 你现磨的 好 黑胡椒 也是这样子 把它均匀的吸收到 均匀的都可以沾上 我黑胡椒腌到这个肉上面 好了 黑胡椒有了 再就是糖 这个是你要最好用深色的糖 我用了两小匙的深色糖 你倒是煎可以做到因为 也是这样子的 让他每一块肉都沾到有糖 用深色的糖 你到时候煎这个腌肉的时候 或者烤这个腌肉的时候 它颜色比较漂亮一点 比较有点棕色一点 你会是用白糖的话 烤出来颜色不是那么漂亮 好了 真好 然后我就是加了这个大蒜 大蒜呢 我是三粒 三颗 这个三颗大蒜 把它剁成大蒜末 大蒜加进去 里面都有大蒜 两块肉 都沾上大蒜 够机圆了 所以我们有盐 出胡椒 深色的糖 还有大蒜末 还有大蒜末 最后呢 我来加这个米酒 你用米酒或是任何酒 可是最好是比较高 就是度数高 越高这个肉腌出来的越香 我用这个米酒 我用这个米酒大概用一大池 这是一大池 每个地方均匀的 上这个米酒 煎的过程呢 这个腌的过程就是这样子 我再用这个保鲜膜 给它盖起来 放到冰箱里头去 储存 是冰箱哦 不是冷藏哦 不是冰冻的哦 冰箱头放三天 一定要三天 这个就是腌了三天的 特加腌肉 我先拿两条出来 放到这个炒香 炒香我事先已经 温度调了四百度 我们烤它二十分钟 好 现在我们可以来切肉 我今天这个肉啊 不是不是太肥 我买的比较瘦一点 你喜欢薄就切薄一点 或者厚一点 或者厚一点 我喜欢切差不多 差不多半寸 因为比较有口感 因为这个煤片要在夹这个大蒜苗吃的时候 好像才吃得到肉 如果太薄的话就吃不到肉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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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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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完一条 再切另外一条 好 切完一条 再切另外一条 你看 现在切肉汁就被跑出来 如果刚才刚刚烤了完再切的话 我会一面切肉汁便会一面 往外面流 很可惜的 而且那个肉也变得比较干不好吃 好 这个也切好了 这个也切好了 就整整齐齐地排在这个盘子里头 这个吃饭很好 配饭吃啊 或者有时候呢 做三明治也很好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它不像其他我们在外面买的那个腊肉 它有放销啦 还有就是有放一些什么防腐剂之类的 那我们这个是 你们刚刚 你们也看到我放了做料 除了盐酒 就是大蒜啊 还一点点糖 其他什么做料都没放 好 两条刚刚好一盘 好香的大蒜味道 好了 就是这样 好 这个汁也淋在上面 我再把它转到镜头前面来 这个就是 是客家烟肉 还是 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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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就在这就这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